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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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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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各个方面吧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说你咋比我历赛那么多呢 小水 你怎么突然夸我呢 你一夸我 是要找我办事似的 看你这说啥话呢 小水不找你办事 小水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那就行 不光小水替你高兴 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 提了我那小侄女啊 她有事找你帮忙 给我造一愣啊 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 找我帮忙才是真的 不行 我得先把话题岔开 小沈啊 你先别说 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 特别好看是不是 哎呦 我那大狼狗哎 不仅漂亮 还通人性呢 是吗 提到我那大狼狗 你猜的最喜欢谁 最喜欢谁呀 我那小侄女 哎呀 真高啊 真是 提到我那小侄女 还真有个事想找你帮忙 一愣接一愣啊 都说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吧 算了 躲不过去了 直接问什么事吧 小婶啊 那你找我干啥呀 是这样的 她今年不是高考了吗 但是分数不太理想 你看看考学的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 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不是 那她考多少分啊 二百六 二百六 你太低了 那太低了吧 哪有考二百六 哎呀呀呀 我帮家用一个数据 加上呢 二百七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可不就是吗 这事不好办 咋的了 爸 不好办 不好办 你费点金也得给办了呀 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 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 浑身伤啊 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 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啊 因为是她把我推下去的 那她不也不是故意的吗 是吧 我跟你说灵 人一定不能忘本 本是什么 本是同根生 相亲合同 行行 拉倒吧 我办 哎 这就对了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这必须成啊 哎呀 哎呀 家人真不错呀 哎 人出现了还不忘本 啊 俺家你小弟就不行了 同样跟你在上海 那差老远了 哎 又怎么了呀 我都不信他说 太好了 前两天呐 非要买台车 那车的好买 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 那车不白买了吗 哎 他就买了 这可咋着 上海牌照 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 不行 我得先下手围墙 二叔啊 哎哎 那他还真就白买了 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是 我听说了 那得摇号好多个流程呢 是是是是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嘛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二叔糊涂啊 那不是男为你们 哎呀 二叔那我误会你了 其他的有什么事 你尽管说 上户口 那个啊 他们说呀 有户口了 拍照就好办了 生气的事呢 我们自己跑就行 不是 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行 来一个吧 不不不不 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咋的零啊 不愿意帮二叔啊 不愿意帮二叔啊 不是 不是二叔 哎呀 咋的了 零啊 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办不下来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 从上海牵到葫芦岛 我说牵就给牵过来了 就现在从葫芦岛我回牵 就这么点事怎么就不给办呢 就是上海地路太大 我找不着道 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 我跟你说 人一定不能忘本 本是什么 主斗燃造棋 行了 行了 爸 这么的 我尽最大的努力 试一试行吗 这就对了 甲林人太好了 人好 有出息还不忘本 那可 你说谁娶了 咱小林是不是谁家福气 是呗 等会儿啊 跟你说啊 女儿现在长大了 眼光高随我 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交给我呀大哥 你就说咱这孩子 一身优点 是 你就说这形象 先不说 你就说这身材 没有 这都可以先放一放 好不好 你就说 你就说你随谁呀 不是 小水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那能没有吗 这鞋多白 嗯 嗯 那个 这事就交给我了啊 村东头 第一首付 王老板的大儿子 还没结婚呢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 好不好 好 阿福啊 来一家 你好 我叫阿福 Mans to meet you 这是什么情况 要把我介绍给他 土豆的身材 茄子的脸 他是一颗浓作物吗 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小沈啊 这个行 两盘子大能生儿子 你开心吗 不行 不行 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 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小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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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啊 也不至于不好吧 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 小婶啊 我要跟你说实话 你别笑话我行吗 林儿啊 你看你说这啥话 那小婶能笑话你吗 你说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 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 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 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那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学校食堂 餐饮 盖饭 物流 送餐 你等会儿再生了 不是 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 那这是什么 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 算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阿拉太难受了 爸 你别笑我爸 你别笑我爸 我没你这个吗 爸 我问你啊 你站 我问你 你当初你跟我说 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 是不是假的 是假的 那你还跟我说 你当成你们公司老板了 是不是也是假的 是假的 好 就算这些全是假的 那你和我说 你和胡哥出对象这个事总该是真的了吧 这个事是真的 骗你了 哎呀妈呀 心脏 爸 你别生气 你别管了 我跟你爸解释 大哥大哥 你先别生气啊 你呀 得多为孩子考虑 你听二叔说呀 哎 贾玲儿现在混得这么惨 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就是 这会不会就是命 他命不好 命中注定就没出息 所以你 你给我 哎呀妈呀 二叔你说啥呢 爸 你给我站那 你听你二叔好好说 你二叔从小时候看人准 准啥呀 他离三回婚了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哎呀你 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 你快说 既然 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 哎呀 那货也混不出来了 以我的着见呢 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 咱们把他给呵护去 老二说得有道理啊 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 哪儿别去了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实在不行 就嫁人吧 做饭洗衣服伤孩子 他命不不好吗 谁能娶他呀 他小婶啊 帮帮他 哎呀 这事就交给我了 村东头第一首富 王老板那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我把你把他找过来啊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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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你好 我叫阿福 买酥米丘兔 这是什么情况 装穷也要嫁给他吗 土豆的身材 茄子的脸 我确定 他就是一颗浓作物 希望我这么穷 他不会看上我 小婶啊 这个不行 不行 那谁行啊 连怕是大能生儿子 不行 不行 说混得好也不行 说混得差也不行 怎么办啊 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 算了 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呢 谁也不怪 就怪自己没混好 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 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哎 贾琳 回家可不接屋呢 贾琳 你贵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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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胖了啊 又胖了 别听你二叔的 那确实胖了 生活好了胖就行 进屋进屋 二叔小婶 我有话跟你们说 巧合 这三年 我在上海 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啊 每天站在高楼上 看着地上的小蚂蚁 他们的头很大 他们的腿很细 他们拿着苹果手机 他们穿着那颗阿迪 上班就要迟到了 他们很着急 一年一年飞逝而去 还是哪一天的消息去 我喜欢的好多东西 还是买不起 生活总是麻烦不断 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我悄悄地许下愿望 带他去蒙古国 不被奉扛 不慌不忙 也许生活应该这样 难道说又是最后 再去寻找想要的自由 这就是我的生活 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也不是很差 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这么多年 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 怕你们伤心难过 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 怕你们找我办事 我又办不成 有时候怕的 甚至连家都不敢回 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所有的事都需要勇敢地面对嘛 你们想说什么 你们想说什么 就说吧 林儿 菜要凉了 赶紧吃饭 你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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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on accounting vac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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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